剧之后的闹剧 在返回英国的前一天 我开车沿山脉行驶七英里 然后拐到一条狭窄的土路上 来到一座浅灰蓝色的房子跟前 我在一辆几乎和房子一样大的 房车后面停了车 敲了敲门 我姐姐来开门 她穿着法兰容睡衣站在门口 背着一个盘伸学步的孩子 一条腿被两个小女孩紧紧抱住 身后还站着她大约六岁的儿子 奥黛丽迈到一边 让我进去 但她动作僵硬 目光避免跟我对视 自从她结婚后 我们很少见面 我走进房子 在玄关处突然停下 看见油毡布上有个三英尺的大洞 延伸至地下室 我绕过洞走进厨房 里面充满了母亲的精油味 画木 安树和罗文杀的气味 我们的谈话慢条思理 时段时序 奥黛丽没有问我 关于英国和剑桥大学的问题 她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 于是我们谈论她的生活 公立学校如何腐败透顶 所以她自己在家教孩子 和我一样 奥黛丽从未上过公立学校 她17岁时 曾有一段时间 努力想拿到普通同等学历证书 甚至还向盐湖城的表妹米倩 请来教她 米倩帮奥黛丽 补导了一整个暑假 最后宣布 奥黛丽的教育 停留在四五年级水平 想取得普通同等学历证书 根本不可能 她的女儿拿来一张画给我看 我咬着嘴唇 盯着这个女孩 心想她能指望 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那里 学到什么呢 我们给孩子们做早餐 然后和他们到雪地里玩耍 我们烘焙 看犯罪片 设计串猪手镯 那感觉就像穿过一面镜子 体验了一天 假如我留在山上 很可能会过的人生 但是我没有留下来 我与姐姐的人生 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之间似乎毫无共同点 几个小时过去了 到了傍晚时分 她仍然跟我很生分 不愿与我对视 我给她的孩子们 带了一套雌制小茶具 当他们开始为茶壶争吵 我便将茶具收了起来 最大的女孩提醒我 她现在五岁了 已经是大孩子了 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 如果你表现得像个孩子 我说 我就把你当孩子对待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我脑子里想的是萧恩 话一出口 我就后悔了 恨自己说了这样的话 我转身将茶具递给姐姐 好让她为孩子们主持公正 但看到她的表情时 我差点把茶具扔在地上 她的嘴张成了一个圆圈 萧恩过去常这么说 她说道 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将永远伴随着我 第二天在延湖城登机时 我会一起她 飞机在伦敦着陆时 我心里仍会想着她 那一刻带来的震撼 我无法摆脱 不知何故 我竟从未意识到 我所经历的一切 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经历过 那个学期 我把自己交给大学 就像把树枝交给雕塑家 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 思想彻底改变 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 一次又一次 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 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 接着我着手清除 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 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 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喝酒时紧冬的脸 我扔掉高领衫 开始穿剪裁更时尚的衣服 修身通常是无袖的 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 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 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 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4月 我开始步入正轨 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 司徒亚特 穆勒自我主权概念的文章 我的导师大卫 朗西曼博士说 如果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 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 我惊呆了 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 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 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 从前门进来了 我开始撰写论文 再次选择穆勒作为主题 学期末的一天下午 在图书馆自助餐厅吃午饭时 我认出了与我同一项目的一群学生 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 我问能否加入他们 一个名叫尼克的高个子 意大利人点点头 从谈话中 我得知尼克邀请其他人 在春假期间去罗马找他玩 你也可以来 他说 我们提交了最后几篇期末论文 便登上飞机 在罗马的第一晚 我们爬上了七座山丘中的一座 俯瞰着这座大都市 拜占亭市的圆顶像腾空的气球一样 盘旋在城市上空 那时天色已近黄昏 接到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辉中 那不是钢 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现代城市的颜色 而是夕阳的颜色 看上去如此不真实 尼克问我对他的家乡有何看法 而我只能说他看上去很不真实 第二天早三时 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 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 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 有人问起我的父母 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厂 尼克带我们去了 他过去学习小提琴的音乐学院 他坐落在罗马的中心地带 装饰富丽堂皇 有宏伟的楼梯和敞亮的大厅 我试着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 学习会是怎样的感觉 每天清晨踏过大理石地板 日复一日将学习与每乡联系 但我想象不出来 我只能将我置身的这所学校 想象成一座博物馆 目之所见皆是别人生活的遗迹 我们在罗马游览了两天 这座城市既生机勃勃 又犹如化石 褪色的古老建筑 仿佛风干的骨头 浸在现代生活的动脉 搏动的电缆和繁忙的交通中 我们参观了万神殿 古罗马广场和西斯廷教堂 我本能地产生了膜拜敬仰之情 这就是我对整座城市的感受 它应该被放置在玻璃后面 让世人从远处瞻仰 不可触摸 亘古不变 我的同伴们不一样 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穿梭 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但并未被它征服 他们没有在许愿池边安静下来 也没有在罗马斗兽场保持沉默 相反 在我们参观一个个历史遗迹的路上 他们讨论起哲学 霍布斯和笛卡尔 阿奎纳和马基亚为例 他们与这些宏伟的建筑之间 存在一种共生关系 他们将古老的建筑 作为他们谈话的背景 给予他们生命 他们拒绝将他们视为死物 在他们的祭坛前顶礼摩拜 第三晚来了一场暴风雨 我站在尼克加的阳台上 看着闪电划过长空 听着隆隆雷声 那一刻我恍若回到了巴克峰 感受到天地间如此巨大的威力 第二天一早 万里无云 我们在博尔盖赛别墅的庭院里野餐 喝红酒 吃点心 阳光灿烂 高点美味 当时那种感觉超越一切 有人提到霍布斯 我不假思索地 背出穆勒的一句名言 将这个声音从过去 带到一个近年的历史的时刻 似乎再自然不过 即使这个声音与我自己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大家停顿了一下 看看是谁说的 然后有人问起这句话的出处 于是谈话继续 接下来的一周里 我像他们一样体验了罗马 一个历史圣地 也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 美食 交通 冲突和雷声的地方 这座城市不再是一座博物馆 对我而言 它像巴克风一样鲜活 罗马人民广场 卡拉卡拉玉场 圣天使堡 在我脑海中 这些就像印第安公主 红色火车车厢和大剪刀一样真实 它们所代表的世界 包含哲学 科学和文学的整个文明 与我熟知的生活截然不同 在国立古代艺术美术馆 我站在卡拉瓦桥 朱迪斯砍下霍罗芬斯的头颅面前 丝毫没有联想到杀鸡 我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种转变 为什么突然间 我可以与过去伟大的思想家们交流 而不再单纯对他们肃然其境 这座城市中 陈年的白色大理石和黑色丽青 在红绿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让我看到一种东西 直言我可以欣赏过去 却不再沉默不语 回到剑桥 我还在呼吸着古老砖石的历史气息 我知道会有德鲁的来信 冲上楼急着查看电子邮件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 看见的确有德鲁的来信 还有一封信来自另一个人 我姐姐 我打开奥黛丽的消息 长长的一整段 没有多少标点符号 有很多拼写错误 起初 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不规范的语法上 以为他们会削弱文本的声音 然而那些文字非但没有被掩盖 反而像是从屏幕上对我大喊大叫 奥特利说 多年前他就该阻止萧恩 这样在他之后 我就不会受到同样的伤害 他说小时候 他想告诉母亲 寻求母亲的帮助 但他觉得母亲不会相信他 他说的没错 结婚前他噩梦连连 记忆闪回 于是他告诉了母亲 母亲说那些回忆都是假的 不可能的 我本该帮你 奥特利写道 但是连我自己的母亲都不相信我 我也就不再相信自己了 他说他要纠正这个错误 他写道 我相信如果我不去阻止萧恩伤害他人 上帝会追究我的责任 他要和他以及我们的父母当面对峙 他问我能否和他站在一起 不管有没有你 我都会这么做 但是没有你 我可能会输 我在黑暗中做了许久 我恨他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 感觉他把我从一个生活快乐的世界里 拽了出来 重新拉回另一个世界 我写了回信 我告诉他 他说的对 我们当然应该阻止萧恩 但我让他先按兵不动 等我回爱达河州再说 我不知道我为何让他先等等 等一段时间会有什么好处 我不知道与父母交谈会有何结果 但直觉告诉我情况不妙 只要我们还没有问 就有可能相信他们不会放任不管 告诉他们这些事在冒难以想象的风险 意味着我们心里明白 他们早就知道此事 澳大利没有等待 甚至一天也没等 第二天早上 他给母亲看了我的电子邮件 我无法想象那次谈话的细节 但我知道对澳大利来说 把我的话摆在母亲面前 一定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他终于可以说我没有风 这事也发生在塔拉身上 那一整天 母亲都在思考这件事 然后他决定听我亲口说出这些话 那是爱达河州的傍晚时分 英国已近午夜 母亲不确定如何拨打国际长途 便上网联系我 屏幕上的文字很小 局限在浏览器角落的一个小文本框里 但不知怎样 他们似乎吞噬了整个房间 他告诉我他已经读了我的信 我鼓起勇气 做好了他发我的准备 面对现实是痛苦的 他写道 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 而我对此视而不见 这些话我读了很多遍才明白 我意识到他没有生气 没有责备我 也没有试图说服我 那不过是我的想象 他相信了我 别自责 我告诉他 自从那次车祸后 你的思想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也许吧 他说 但有时我觉得是我们选择了疾病 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有益 我问母亲 为什么他从来不去阻止萧恩伤害我 萧恩总说 是你找的茶 我猜我宁愿意相信是这样 因为这更容易 因为你坚强又理智 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 萧恩不是这样 这个说不通 如果我看上去很理智 那么萧恩告诉母亲 是我找茶打架时 她为什么相信她呢 怎么我成了需要被制服 被管教的那个 我是个母亲 她说 母亲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萧恩承受了太多伤痛 我想说她也是我的母亲 但我没有说 我输入 我觉得爸爸不会相信这些 她会的 她写道 但这对她来说很难 这会让她想起 自己的躁愈症 给我们家造成的伤害 我从未听母亲亲口承认过 爸爸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几年前 我告诉她 我在心理学课上学到的 关于躁愈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知识 但她对此不屑一顾 听到她现在这么说 我感到无比轻松 这种疾病也给了我一些反击父亲的勇气 所以当母亲问我 为什么不早点找她 为什么不寻求帮助时 我如实作答 因为你太受爸爸的欺负 我说你在家里没有实权 一切都是爸爸说了算 而他是不会帮助我们的 我现在更强大了 他说 我不在意害怕而逃避了 读到这些文字 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年轻时的母亲 她头脑聪盈 活力四射 但同时又忧心忡忡 顺从听话 接着 她的形象变了 她的身体变得又瘦又长 一头长长的银发 随风飘动 艾米丽正受欺负 我写道 是的 母亲说 就像我以前一样 她就是你 我写道 她就是我 但现在我们更明白了 我们可以重写故事 我问起她记忆中的一件事 那是在我去杨百汉大学上学的前几周 小恩经历了特别糟糕的夜晚 她把母亲惹哭了 然后坐到沙发上 打开电视 我发现母亲在厨房参桌旁抽气 她叫我不要去杨百汉大学 你是唯一足够强大 能对付她的人 她当时说 我对付不了她 你父亲也不行 只有你可以 我慢慢地 极不情愿地 敲出下面的文字 你不让我去上学 说我是唯一一个能对付销安的人 你还记得这些吗 是的 我记得 停顿了一下 接着出现了更多的文字 我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听到这些话 但当我看到他们 我才意识到我毕生都在寻找他们 你是我的孩子 我本该好好保护你 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 我似乎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但那并非我真实的生活 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记忆中有不一样的童年 当时我不明白这些文字的魔力 现在也不明白 我只知道一点 当母亲告诉我 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 做一个好母亲时 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亲 我爱你 写下这句话后 我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那次谈话 我和母亲只提过一次 谢谢